今天就来分享我的宝藏私服店铺们 均价200左右 辣妹风 垂液风 极简风 知性风 全都有 无论是日常穿戴还是中药厂和四类全场 通通满足 第一价我称之为辣妹私服库 看名字就知道了 anti-being general 肯定是不走寻常路的设计 我很喜欢他们家不对称的设计 简直戳中了本水瓶的新窝窝 现在身上这件挂钵吊带短上衣 就是他们家的 这个设计是不是还挺特别的 他们家基本以黑白为主 很多小雕带和针织衫都很好看 非常有设计感 不容易撞衫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 身材要求有点高 不过这也是一个减肥的动力嘛 辣妹酷哥们可以放心冲 这家是我每次想要打扮的 清了优雅一点的时候 就会去逛的店 他们家的衣服质感都还不错 简约中带点不夸张的设计感 属于一眼看过去 会觉得你整个人很精致 但又不会有打扮特别用力的感觉 我在他们家买过一套针织抹熊裙 布料还挺扎实的 夏天采双凉拖 无论是逛街约会还是看展 都很合适 而且特别出篇 这家店的衣服呢 有种纯玉千金大小姐的感觉 战难度极高 价格稍微贵一点 均价三百左右 但设计真的好看 每次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 我就会点进他们家看看 无论是娇俏的粉色 短款小香风外套 还是乖巧的娃娃领连一群 甜中带辣 纯玉感那是呼之欲出 很适合约会的时候穿 直男基本上对这种调调都把持不住 接着这一家是一个韩国代购 里面的衣服都是比较知性优雅的那种 马上天气暖和起来 需要一波轻薄的春装外套 他们家就有很多好看的小香风外套和针织衫 百搭实穿 而且不太挑身材 很适合办公室里的都市丽人们 我在他们家买过好几次了 这一件粉色的针织开衫 最近的穿着频率就非常高 软肤肤的 整个人看起来温温柔柔 不过这家店有个缺点就是 不支持七天无理由 而且等待的周期比较长 是不是还会遇到缺货的情况 姐妹们自己斟酌吧 OK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 下次继续出 我们还有什么推荐的宝藏店铺 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大家互相种草 唯唯